他就是我说过的那位很温柔的师姐 也就是混沌 朱絮武有些忧郁地讲道 什么 金富瑶不由地嚷了起来 真经无比地指着混沌 语无伦次地讲道 为什么混沌是长成这幅样子 我化成陶碟之后 为什么就长得五大三粗的 宠隆无比 而它明明已经是全部是混沌了 却长得这么漂亮 而且有翅膀 穷奇变身之后也有翅膀 这个混沌竟然人生就有翅膀了 他实在太激动了 一直以为混沌长得非常的丑 就连手上得到的预见中 在讲述混沌时也有配图 上面的混沌奇丑无比 除了混沌第二丑就是饕餐了 金飞瑶一直以为 自己最少比混沌好看点 但是现在看到混沌的样子 却是如此的漂亮 还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样子 竹须无瞧着他震惊无比的样子 只好解释道 他不能像你一样的变身 他就是混沌融入他身体后的样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有长出了翅膀 还有五官金币之外 别的地方没有改变 照这么说 金飞瑶眉头紧皱着猜测道 如果我不学通神觉 难道只是一头长个脚而已 根本不用变成一头瘦 可如果是脑袋变成了饕铁 身子还是人的样子 你要怎么办 不自由突然问道 金飞瑶恶狠狠地瞪着他一眼 然后向竹须无问道 我靠近一下 他不会咬人吧 咬什么呀 这里会咬人的就是你了吧 竹须无误冲他摆摆手 直接打发掉了 然后又同不自由 悄悄地讲起了什么 鬼鬼祟祟的飞奸极盗 这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没什么好事 金飞瑶哼了一声 像和自己最有关系的混沌走了过去 混沌依旧躺在了软榻上 翅膀虽然收了起来 但还是占底盘 有些被压在身上 有些则撑到了软榻上面 他双目紧闭 也看不出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金飞瑶就大声地问道 喂 我们俩聊聊吧 混沌没有吭声 也没有反应 静静地躺着 想了想 金飞瑶也不知道应该同他谈什么 眼珠子一转 小声地问 你的圣诞给我好不好 混沌还是没有反应 不给也要吭一声啊 那我的你要不要 吃了我的原因 可以进阶化神器哦 呵呵一笑 金飞瑶又问道 混沌依旧没有理会他 连这样的重大事情都没能让他有反应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 他的五官被禁 什么也听不见 也说不出来 你得直接从他传音才行 竹须无抬头看了一下 只得提醒道 哦 刚才忙着吃玉蝶猪 没听到耳中 金飞瑶笑了一下 原来是用传音的 于是他就传音道 喂 你听得到吗 等了一会儿 混沌并未有回话传来 金飞瑶无语地看着他 想了想就走上前去 扯着他的翅膀狠狠地拔下了几根羽毛 本来还闭着眼的混沌猛地就跳了起来 表情愤怒地扭曲起来 随后众人的耳中便传来了 恼怒的惊叫声 惊声非常的刺耳 就算用手捂住耳朵 也挡不住 这刺激的声音啊 竹须无赶快冲了过来 抓住混沌的手开始安慰起来 声音还在不断地响起 过了好一会儿 混沌才渐渐地冷静下来 尖叫声才停了下来 真有一套 这么会安慰人 金飞瑶鄙试地看着竹须无 没想到 他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不自由伸手就掐了罪魁祸首一下 你干了什么好事 金飞瑶很无奈地抬起手 把手中的那几根羽毛给他看 我见他不理我 就拔了几根羽毛 你手好闲哪 要是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 不是说要找地方练制傀儡的 不自由拍拍他的肩 很好心地提醒道 有没有搞错 你和朱须无勾搭上就想赶我走 金飞瑶吃惊地看着他 明明是他硬要跟着自己来的 现在刚搭上了竹须无 连十一格的编都还没有碰到呢 就想赶自己走了 不自由挑着眉 好奇地问 你真想留在这里 虽然我没有一定要留在这里的 但也不能是你们赶我走呀 我想走自然会离开 但是你赶我走却不行 金飞瑶不爽地讲道 这过河拆桥得也太快了 既然不想走的话 我有件好事分给你 不自由搭上了他的肩膀 很有阴谋地把他搂到了一旁 然后小声地讲道 刚才和朱须无谈过 他愿意帮我介绍给 灵条派的上层认识 让灵条派能支持 我在和谐灵界 开世道经 但是这介绍的有个借口 而现在就有个非常好的机会 除了能和上层打交道 还能有笔收入 那你就去呀 别想拖我下水 金飞瑶冷眼瞧着他 又想打自己的主意了 不自由伸出手 摇了摇 你不是想去外面的灵界 现在就是个好机会呀 可恶的家伙 干嘛总能找到我感兴趣的事 金飞瑶很不满地付费着 然后没好气地讲 什么好事 在你把地图发出去之前 灵条派早就在钻研渡过那片海域 到达其他灵界的办法 而且已经进行了整长三百多年了 其中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 但是却找到了关键的地方 只差一步罢了 我们拿出的地图上 又记录了几个进入口 有一个就是在和谐灵界 而且还巧得很 就在他们一直琢磨的地方附近 不自由讲道 金飞瑶应了一声 这些出口音乐基本全找过了 如果能出去 自己也不会遇上它 如果和谐灵界早在三百年前就在寻找了 做的准备肯定很足 难说这里是十二个灵界中最早打通出口的地方 而不自由见金飞瑶起了心思 就继续讲道 主续吾说 前几日有消息传来 有人把地图带到了这里 他们马上就找到了上面寄的出口 说是已经有了打通路的办法 只要是找些原因期以上的修饰 为护震出力 但是不想让这件事被十一格的其他人知道 所以要私下找人 他们想抢先到其他灵界去 先把里面全到的好东西全霸占了 金飞瑶哪里不知道这些人的心思 拔成是为了利益 在和谐灵界的利润已经是分配好的 而外面的灵界却是未知的地方 只要抢先出去也可以抢个先机 以后十一格再想分 最大的利润还是在自己的手上 可以谈的价码就更高了 金飞瑶想的有些暴力 如果占的话 十一格肯定就要闹翻了 所以不自由去摇头讲道 肯定不可能全战 但是抢个先机 捞一大笔倒是可以 我们的地图肯定不久就会传遍十二个灵界 自然会有人盯上这些被堵住的通道 灵条派必须尽快地把通道打开 给出了极品法宝的奖励 现在正好差人 我们俩除了一人弄到一件极品法宝 还可以各得到想要的东西 好吧 可是通道一开 他们就会让我过去吗 金飞瑶想了想 觉得这个倒是可行 好处不断的 只是要是开起了之后 不让自己过去 那不是麻烦了 不自由拍了一下他的脑袋笑道 你也不想想 打穿了通道 总得有人先过去试试 你可以主动报名 什么 探路的呀 要是有危险 莫不就死定了 金飞瑶一听 这也算是办法 你总不会以为 人家把路修好之后 收点零食 就把无数的修饰放过去了吧 不自由不知可否地讲道 金飞瑶沉默了一下 不可能 多一个修饰出去 就是多一个分资源 你明白就好 那就这样说定了 不自由说完后 就直接去找 正在安抚混沌的竹须舞 金飞瑶皱了皱眉 给极品法宝还真是大手笔 不知这灵条派能提供什么样的极品法宝 他也跟在了后面走过去 把手中的混沌羽毛给收了起来 很关切地问竹须舞 他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就闹起来了 这家伙竟然还敢问 不自由偷偷地看了他一眼 便假装不知道他拔了毛 我也不知道 从我来了以后 他就很安静的 我问了他 好像是说突然被惊醒了 他不可受到惊吓 很容易发怒起来 刚才不是你在他旁边的 你是不是咬他了 竹须舞皱眉眉讲道 冤枉啊 金飞瑶万分委屈地说道 我就算是要吃他 也要趁你不在 怎么可能挡着你的面吃 你不要打他的主意啊 你打不过他的 竹须舞小心地吩咐道 金飞瑶眨眨眼 比我长得好看 而且还比我厉害 为什么说我打不过他 我化身之后 是化神器的秀为 他不能化身 只是原因后期罢了 金飞瑶很不服气 连穷妻也只能和自己打个平手 凭什么就说他打不过混沌呢 你还别不相信 他现在已经是凶兽之身 就连身上都不是灵力 而是用的妖力 竹须舞也没解释太多 金飞瑶眼睛眯着 虽然不想承认 但确实有这个问题 任轩之化身之后的味道 完全没有了混沌的香味中 混沌的香味已经超过了化神器的修饰 如果不是音乐一点味道也没有 他还真想对比一下 这混沌的味道是不是和音乐的一样 我先把他送进去 上次发作时 十二风妖阵直接被他给弄破了 冲出去毁了半个石风林 后来多用了一倍 用了二十四根风妖阵 才能震住他的威力 完全被真魂斩掉的修饰 已经同你不一样 力量不会控制 就算只是元英奇的修为 都能轻易地打败化神器的修饰 竹须舞扶起了混沌 准备把他送回阁楼之中 走出了两步后 他面色严肃地讲道 上次的事 就连正好回来的灵条派 连徐修饰 都直接被打得疗伤半年多 所以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这么厉害 金飞要惊讶不已 难道神兽真的有这么厉害 可为什么一路上遇到的这些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难道是因为学了通神诀 如果没有通神诀的话 妖族在灵极界的力量 根本就难以控制 天机界的人魔修饰和妖族之间 真的只是赌气这么简单吗 不过这根本不是他操心的事 一会儿去挑选极品法宝 才是金飞瑶现在最关心的事 混沌什么的不能吃也无所谓 只要吃下那里天上掉下来的磁铁 自己应该就能全部融合 只要不影响进阶化神器就行了 他可以明确地用神识感觉到 变身饕铁时越来越顺手 那点不适感越来越轻 而且干嘛一定要挑硬骨头 等阶堤的神兽后裔又不是没有 建筑须无从阁楼之中走出来 然后默念口诀 阁楼外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法咒 做完这一切 他才舒了一口气 看了看 金飞瑶好奇地问道 有必要把他关得这么严吗 你们也太略诞人了 要是射不了他 把他扔外面不就行了 你说的精巧 不说扔什么地方 问题是谁会扔啊 要是被别人捡了 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能做这样的事啊 竹须无摇头讲道 少来了 明明就是舍不得 要拿他做杀手锏 还说什么不能扔在外面 金飞瑶才不信的 直接把自己想到的说了出来 竹须无瞧着他笑了起来 你说话就是这样不留情面 就算是事实 也要藏一点嘛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见 灵挑派的掌门 你可不要说这种话 金飞瑶一摊手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怎么可能会干那种事 不就是派个马屁吗 这个我可厉害了 我是怕你胸围高了以后 心态有变 更加的直言不讳 竹须无还特意地吩咐道 你一会儿可要记着 不要提自己是饕铁 不然这石峰林之中 又多了一座风摇阵了 你倒是傻子呀 我怎么不可能把这事说出去 只要你们俩不说出去 就算好的了 金飞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现在最危险的是自己好不好 这俩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人 走吧不要闹了 不自由在外面推了一把他 然后又对竹须无说 你对他太客气了 他这人不打不听话 直接踢他几脚就搞定了 啊 竟然还有这招 我都和他同流合物 把自己的名声都搞坏了 原来如此 竹须无一脸豁然 忍不住点点头 金飞瑶怒目看着他俩 你们俩太过分了 二人在竹须无的带领下 直接飞往灵条派的主殿 如果不是有竹须无带路 让他俩去找主殿 他还真是个麻烦事 任谁也不会想到 灵条派的主殿 竟然是一间简陋的小木屋 而且还是位处偏僻角落的石峰顶上 门口种了些不知名的野树 还养了几只鸭子 见两人的表情有些诧异 竹须无介绍道 灵条派在前面有座威严的副殿 平时都当作主殿来接待各家来客 但是有重要的事实 一事却是在这里举行 这次的事情很重要 所以直接在这里会面 你在这里是什么身份的 见一路上不少的灵条派弟子 都对他一离相待 而且还可以随便地进出后山进地 连这样的主殿秘密都知道 金飞瑶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竹须无顿了一下 才应道 我师父是灵条派师尊的女儿 但是以前不服管教 自己跑出去了 到了北辰灵界之后 就加入了东玉皇派 所以他算是两派的人 我还年幼时就跟着他来这里 住过几十年 因为这个关系 灵条派的人对我也很客气 基本当自家人了 我还以为你要取馄饨为弃 所以一直在这里 过得如鱼得水的 金飞瑶嘿嘿地笑了笑 我怎么可能会干这样的事 只是他没被混沌占据的时候 和我关系最好 没事就带我出去玩 现在唯一能安抚他的人就是我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他就记着我的声音 朱须吾说道 金飞瑶很肯定地讲 那是因为你的声音从来没变过吧 如果变成了老头或是成年人 肯定他就听不出来了 不过我已经提出 这次打通路线之后 我要做探路先锋 我也想看看其他的灵界 是什么样的 朱须吾对于这种 扔下弟子四处跑的是很感兴趣 也不知道这样的收弟子有什么用 还不如一个人做伞闲算了 金飞瑶有心这样说 但是想到自己也要过去 到了嘴边的话转了个圈就变了 那你带我一起吧 我也想过去 朱须吾有些诧异地看了看他 你也要过去 对 但是这个心不得不去 他连和谢灵界的事都没有搞定 金飞瑶哈哈地笑了起来 不自由白了他一眼 瞧他得意的样 以后啊路多了 事情办完了自然有外界的生意要做 这么急着去可是很危险的 什么事都要先保住命才行 说话间三人来到了木屋前 两只鸭子旁若无人的自行在边上 寻食子吃 根本不理会他们 朱须吾则直接推开了木门 带着他们走了进去 金飞瑶跟着他跨进了木屋 眼前豁然开朗 木屋里面竟然是一处华丽的大殿 精剔透的金石地板 灵域宝珠围墙 人这么高的夜光石 镶在了天花板上 照的屋中如同白昼烈日之下 在那些靠两旁摆放的 雕玉矮桌后 已经坐了十几人 差不多全是猿鹰期的修为 在最上方的高台上坐着一名胡须垂到了胸口的老者 头发胡子都已经全白了 看起来倒是更加的先锋道骨 一身化身中气的修为 足够能让这群猿鹰期的修士暂时听话了 朱须吾带着他们走上前 恭敬地讲道 见过掌门 我正好有两位道友到和谐灵界 便请他们前来助阵 没想到朱须吾在东玉皇派 像个不懂事的小孩 在这灵条派竟然如此的正常 让金飞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还以为这家伙到什么地方 都是没心没肺的 原来只是对象不同 他不怕东玉皇派 却怕着灵条派的人 不过想想 东玉皇派的掌门是他的师兄 只是原鹰的修为 而是灵条派的掌门 是化神器的修为 看那老的样子 八成还是他的长辈 金飞瑶同竹虚无 也上前见礼 两位道友 请你来到此地 肯帮我们灵条派护镇 老朱在这里谢过来 离闭后 掌门就让他们坐了下来 按照惯例 讲了些客气话 这时有其他的修士问道 掌门 刚才一直都没提到正事 我想问一下 这护镇是要如何护啊 灵条派的掌门寻思着 这日恐怕暂时不会有修士来了 就讲道 我们发现的这条路 有几道空间裂缝阻挡 裂缝占据了整个通道 根本没办法通过 必须要补上这些空间裂缝 而之前我们是想在其他的地方捕山裂缝的 现在却发现更好的地方 正好把研究了几百年的方法 用在这里 他没有提到 世道经上的地图 这里面除了金飞瑶和不自由 其他的修士 都是和谐灵界之中的人 只是同派中的弟子关系不错 又是散仙就被请到了这里 而世道经暂时 在和谐灵界只有少数人持有 灵条派也不想把这件事传出去 捕猎缝并不需要各位上前 我们有炼虚器的前辈做主阵 还有化身器的进行护阵 而各位则是在最外层护阵 主要就是给大阵输送灵力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 补充灵力的丹药和灵石 护阵的时候短则时日 长则四五十日 掌门摸着胡须 微微地讲道